- 想一想,除了雙件跟三件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结构,能减少有机化物中轻的数量呢? 让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吧! 做实验安全第一,记得实验仪跟红目镜哦!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有机化合物的易购物组合跟它们的性质 这是我们今天使用的模型,模型内有磁铁 透过磁铁的吸引力,就能够将代表原子的球以及代表间接的棍棒固定在一起 黑色的球代表碳,白色的球代表氢,氢的间接数量为1,碳的间接数量为4 今天要探讨的是碳氢数量的关系 我们使用两个碳,改变氢的数量,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组合 将两个碳连接后,所有空缺的位置都结满氢 碳的间接数量为4,两个碳一共有8个间接数量 但是以一个单间结合,每个碳各消耗一个间接数量后,剩下6个 6个位置都结满氢,就是以碗 化学式为C2H6 以碗的两个碳都与4个原子间接,碳中心为正式面体结构 两个碳之间的单间可以旋转 那如果两个碳之间以双间结合,氢的数量又会是多少呢? 两个碳原本有8个间接数量 以双间结合后,每个碳各消耗两个间接数量 最终剩下4个位置能够与氢间接 这4个位置与氢间接后,形成乙烯,化学式为C2H4 与刚才的乙碗相比,乙烯的氢少了两个 形成一个双间就少两个氢 以叙的两个碳都与三个原子间接 碳中心为平面三角形结构 两个碳之间的双间无法旋转 那如果两个碳之间以三间结合,氢的数量又会是多少呢? 两个碳原本有8个间接的数量 以三间结合后,每个碳各消耗三个间接数量 最终,剩下两个位置能够与氢间接 这两个位置与氢间接后形成乙缺 化学式为C2H2 与刚才的乙烯相比 乙缺的氢少了两个,比一万少了四个 乙缺的两个碳都与两个原子间接 碳中心为直线形结构 两个碳之间的三间无法旋转 这些含有双间或三间的厅类 也有被称为不饱和厅 不饱和厅化学性质与碗类有什么不同呢?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 这里有三瓶锈水 锈水就是锈元素溶于水形成的水溶液 锈是暗红色液体 锈的水溶液因为稀释了很多倍而呈现淡黄色 纯的锈元素相当危险 在高中通常使用锈水替代 锈水一样具有检测的效果 但是安全性提高了许多 我们在第一杯锈水中加入正极碗 第二杯加入凝锡 第三杯加入甲本 可以看到加入的有机层浮在水面上 不会与水互融 为了加快反应速率 我们将容易摇晃混合 混合均匀之后我们发现 正极碗的这一杯锈水 被萃取到上层的有机像了 因为有机像体积比水像小 锈水被浓缩 看起来颜色变深了 第二杯凝锡 会使用凝锡是因为 它是一个生活中常见 且容易取得的液态锡类 选择液态锡类是为了操作上的方便 我们可以看到在经过摇晃之后 凝锡这杯锈水褪色了 凝锡中的双键与锈 发生加层反应 锈耗尽后容易变为澄清透明 第三杯是甲本 甲本从结构上看是有不饱和键的 但是因为本环具有方向性 它的不饱和键特别稳定 无法直接与锈发生加层反应 所以锈水没有褪色 被甲本萃取到了上层 用锈水检测比较的碗类 一般不饱和听 方向听的性质后 我们再想想 除了形成双键或三键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结构能让氢变少呢 那就是形成环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化合物 叫做金刚碗 它的化学式是C10H16 以10个碳的质量碗类来说 最多可以连接22个氢 而金刚碗只有16个 事实上这个金刚碗的化学式和刚才 液态锡类宁锡相同 都是10个碳16个氢 但是在这个结构当中 我们并没有看到双键 而是看到许多的环 碳链骨架每形成一个环 就会少2个氢 氢的数量增减在数学上 和形成双键相同 10个碳最多连接22个氢 金刚碗连接了16个 少了6个氢 每形成一个环 会少2个氢 因此 可以计算出金刚碗这个化合物 有3个环 金刚碗的结构 看起来有如此高的对称性 而宁锡没有这样的特征 这件事会反映在物理性质上吗? 让我们来测量它们的溶点吧 首先在氏管中装入一些凝锡 插入玻璃搅拌棒和热电瓦温度计 接着用液氮来冷却凝锡 观察它的变化 在液氮的冷却下 氏管内的温度不断下降 温度下降至零下126度左右 把液氮杯子降下来 可以看到氏管内的凝锡截动了 截动时 玻璃搅拌棒无法搅拌 持续摇动玻璃棒 当玻璃棒可以搅拌时 代表零锡开始融化 这个时候的温度记录为熔点 大约在零下80度附近 接下来换金刚碗 金刚碗在室温下就已经是固体 所以我们就不冷却直接加热 用烹灯加热氏管中的金刚碗 我们发现金刚碗在长压下没有液体 会直接由固体升滑成气体 如果在高压下可以测得熔点约270度 将氏管封闭加热就能测得 但是因为危险性较高 我们今天不做这样的示范 金刚碗虽然在长压下无法测量熔点 但在超过摄氏200度的环境下 还能维持固体的状态 以10个碳的亭内来说已经相当惊人 停止加热后 金刚碗的蒸汽在室管壁上冷却 形成美丽的结晶 大家好好欣赏吧 对于今天的实验 我们做最后一些整理 以碗的碳中心为正式面体结构 两个碳之间的单键可以旋转 以锡的碳中心为平面三角形结构 两个碳之间的双键无法旋转 以缺的碳中心为直线形结构 两个碳之间的三键无法旋转 这些含有双键或三键的听类 又被称为不保额听 在三杯锈水中分别加入正极碗 宁锡甲本 正极碗的这杯锈水被萃取到上层的有机像 宁锡的双键与锈发生加层反应 这杯锈水褪色 甲本的这杯锈水没有褪色 而是被萃取到上层 金刚碗的化学室是C10H16 与宁锡相同 金刚碗的结构中有许多的环 每形成一个环会少两个氢 10个碳的饱和厅有22个氢 这里只有16个 少了6个氢 因此可以得知金刚碗这个化合物有3个环 金刚碗的结构高度对称 宁锡则没有 这反应在物理性质上 例如 宁锡熔点约为0下80度 金刚碗在高压下可测跌熔点 约270度 长压下加热会发生升华 两者性质差异相当大 一开始的想一想 除了双键、三键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结构能减少有机化合物中氢的数量呢? 除了不饱和间接之外 形成一个环会少两个氢 在今天的课程当中 我们学到了不饱和间跟环 对有机化合物碳氢数量的影响 以及它们的化学性质 另外结构的对称性对化合物的融点 也有显著的影响 关于绿色化学的部分 本实验符合方废、简洁、低毒的原则 所使用的药品到GHS网站 查询LD50与LC50如下 最后感谢制作团队完成这支实验影片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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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声息秀客如是一道理 木桃料来吧 硬格引起TD点线设备来西普女婆 山友咖特地火耳中一流哈旦 本来本来本来不离波 这公开千米不二东法的阿图铺又奈 顾美剧杯卡爱飞门若老流 都西伯黑麦达伦哥尼夫 茉莉天澳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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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发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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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k warming cking 一 我们下期再见